央视新闻消息 4月16号在天津北城区郊野公园 永定星河岸边 发生了一起越野车撞人之后 暴行落入河中的突发事故 造成了三人当场死亡 五人受伤 事情发生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 一辆载有五人的SUV越野车 在车辆发生刮蹭之后 滑下河堤 撞到河边三名游玩嬉戏的市民之后 倒行落入永定星河 这个出事地点是当地比较热门的 一个帐篷露营游玩景点 河岸大堤上乱停车的现象严重 居民现场的目击者介绍说 事发当时他看到这辆越野车 是在堤坝坡上向后滑行 很快就冲入河中 过程不到30秒的时间 而堤坝距离这个河面 是有一定距离的 当时有很多人在河边露营游玩 越野车冲下水之前撞到了人 事故现场的视频显示 出事的地点是郊野公园大堤 与河边之间的绿化草坪 岸边是围满了人 事故现场的草坪上 还搭着几顶帐袍 当地人说事故现场 河边沿岸的路非常窄 一到双休日的时候 路边就会停满车 也没见人管理 而且这个路边就是斜坡 它必然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另外河岸也没有栏杆 这个北辰郊野公园 位于天津北辰区永定新河旁 西齐永定新河 区家店的水利枢纽 东至大张庄闸 全长是14.5公里 总建设面积是14.6平方公里 呈带状公分部 目前北辰郊野公园游玩项目很多 有皮滑艇 讲板 脚踏船 电瓶船等等水上设施 以及室外大型的卡丁车 通达旅游亲子的卡丁车 还有室内儿童卡丁车 攀岩驿站等等 挨着河 有草坪 再加上这些项目 其实不用想 也会知道那得多热闹 对吧 但是再热闹 再好玩 咱们也不能忽视了安全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现在正是踏青出行的好时候 关于出行安全 咱们再唠叨几句 一定在开车的时候 我们之前要检查 车辆保持车况的良好 驾车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分心 有效的避让险情 对 俗话说 春困 秋乏 下达肚 春天驾车出游的时候 就容易发生春困的现象 特别是咱们在春游的返程途中 更容易出现出行疲倦 包括觉得说困倦 那这个时候记得一定不能够说 强大精神去开车 要把车辆停到服务站或者是休息区 等到消除困倦之后再继续开车 还有说那些爱紧张的朋友 真的不建议开车到地形复杂 人员多的地方 咱们可以停远一点 多走两步锻炼锻炼不好吗 方向盘下不只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有别人的家庭幸福 好 谢谢大家